今天和大家討論阿富加州的法律 講到阿富加州的法律 大家可能立刻想起阿富加州的數字 但正如我們之前所說 兩者其實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究竟阿富加州當年說過什麼呢? 話說當時的科學家 在想氣體的粒子數目和體積的關係 很正常地想 越多氣體所佔的空間就越大 但氣體粒子的體積不一樣的話 又如何計算? 情況就好像去看足球比賽 個個都要買票 但肥佬佔的空間多些 將票要不要貴些? BB仔呢? 小小粒是不是可以收便宜些? 那大肚婆呢? 當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吧? 阿富加州的想法很簡單 所有氣體粒子 只要外在環境相同的話 他們所佔的空間就會一樣 情況就好像 無論大人、小孩、肥老、BB、黑人、白人、大肚婆 買票都是給同一個價錢 說回氣體 無論是monoatomic、diatomic、polyatomic 只要他們的mol數相同 所佔的空間也一樣 就算他們是mixture都無所謂 在正常的環境之下 一毛氣體所佔的空間 大約是24dm³ 這個就叫做molar volume 也就是一毛氣體所佔的體積 所以 找氣體的mol數 只需要把氣體的體積除molar volume 就可以了 例如 30dm³的空氣 即是有多少mol粒子呢? 只要把30 除molar volume 即是24dm³ 就會得到答案是1.25mol 留意一下空氣是一個mixture 但我們都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去計算粒子的數目 這個就是阿富加州's law厲害的地方 現在我們又有新的方法去計模數了 對於固體 我們可以用mars除molar mass 對於solution 我們可以用m乘v 而對於氣體 我們就可以用阿富加州's law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聽完之後 試試用練習來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